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又跟大家說一些 跟你們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今集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說說日本排核廢水 網上有人說 人家日本放核污染廢水 其實在我們香港鄰近大瓦灣核電廠 排放量是否比福島更強? 近的不關注遠的? 不是吧? 我們大瓦灣核電廠走那麼久 一直都有這些問題存在 又不見我們有事 又說要禁,又說要成 又說不讓日本的東西入口 說得很誇張 其實是不是真的 大瓦灣核電廠的排放量比福島更強? 但是為什麼我們又沒有事呢? 現在有些專家出來不同的情況去解讀一下 研究一下究竟是不是真的沒有事? 我也會和大家看看 其實在世界上大家關注那個問題的焦點 放在哪裡? 因為我看到其實在世界各地 不同的地方他們的關注那個焦點 可能有人相信原子能機構那份報告 有人說不,你的那份報告好像蠻蠻蠻的 那是怎樣呢? 現在一起和大家研究一下 我們用不需要這麼擔心 其實就是那句 你這個世界地球實在太多污染了 不過你現在做些厲害的東西來 當然是大家關注一下 嚇廢水 有一天不小心 會不會變種? 一會變成青色的 好,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日本最新情報 早前我們看新聞 如果國際新聞在印度神童 聽印度神童 有報道過 就說到好像 八月了 日本想著 那麼日本這個牌合廢水就想著八月 而說到國際原子能機構 根據報告出來 就說是安全的 但是我們先不要這麼急 看香港究竟那個表態是怎樣 我們看看鄰近的地方 因為有人說 我們都始終相隔一段距離 其實如果你在地圖上 無論你用百度也好 你用高德也好 或者你用Google也好 什麼地圖也好 其實你看得到 那個方向性理論上 我們和福島的距離也差一重 福島對出和我們對出的海其實都不同 但是有人說不是的 很危險的 這些水是四處流的 對不對 我們看看近的那些 即是比日本福島比較近的地方 他們的看法是怎樣 當然在韓國 其實有韓國的網媒 曾經 這一排的消息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他說收到消息 就是說日本方面捐獻了一百萬元給原子能機構 那有韓網媒就覺得這一百萬的根本是賄賂 那個金錢 當時其實有質疑原子能機構主席 但是那些原子能機構那邊回覆 就說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這些是一派胡言 亦可以看到韓國方面 雖然韓國政府一直背書 不停跟韓國人說 沒事的,我們相信日本 日本的水可以喝的 有些議員即場不喝水 有人說那些議員白痴 韓國那些 先不要管養魚的池水有沒有核輻射 這麼多細菌,有些魚屎 你不喝喝,不霍亂,不餓你 另外,除了韓國之外 日本,台灣 他們的政府 都好像同一陣線 有人在背後就覺得 他們是親美的 當然是同一口徑 但是其實如果你在坊間 我們不要先看別人的政府表態 他們政府表態,他們政府表態 但是市民 在他們的生活當中 是不是真的憂慮呢? 其實是的 看到有韓國的漁民 其實他們都很擔心,很憂慮 有一種核廢水排放 其實有外國英國BBC的記者 曾經訪問過 韓國的漁民 曾經在濟州島 有一位海女 姓甘的 甘恩娥 他跟 BBC記者說 他說從廣義上 我們認為自己都是海洋生物 因為 他們下水 他說做事的時候,他們都會 來不來都撲到海水 他說海水不單止從他的口入 眼 耳 皮膚 他們每天需要潛水前五個小時 他說意味著,其實我們一直處於危險的前線 這些 韓國的漁民,他們自己說 他說 我四十幾歲 在村裡面最年輕的海女 他覺得他自己站在十字路口上面 所以他認真考慮 那麼這件事 就是韓國方面他們的看法 但是 你看到其實 在日本的核廢水方面 大家都很擔心 但是有人就說 其實我們是不需要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雙客多摩遠 不如看近一點 好,現在有人就說 大亞灣核電廠 穿排放量等同福島的十倍 你看到 韓國的漁民都擔心 有人就說 我們擔心大亞灣那邊都正常 好了 但是是不是真的我們需要擔心呢? 因為有報導指出 中國四座核電廠 每年排放 這個村 的量是超過福島的 當中 比較近香港的大亞灣核電廠 每年 村排放量 上限220兆倍 而福島核電廠 每年排放量 是十倍的 有香港的核學會主席 就指 他說 一般核電廠 營運排出來的水 跟日本福島受污染的水比較 因為村的含量 符合標準就可以使用 但是他說核廢水 不單止 一種元素 現在大家 焦點放 那種物質叫村 他說其實核廢水不單止一樣東西 還有很多放射性物質 所以有環保團體出來 你現在這樣比較 基本上有少少混淆視聽 因為 日本福島排出來的核廢水影響是難以估計的 當然 因為從日本方面 他又列出來 說到 他首先要 說自己的安全 所以他列了中國的四座核電站出來 就說 如果你按村的排放量 你中國就更厲害 這件事很誇張 鄰近香港的 大雅灣核電廠 簡直是 福島核電廠的十倍 首先我們要知道 村這種物質是怎樣 從這一位 核學會主席 他表示 村這種物質屬於低能量放射性物質 生物的半需期較短 殘留人體 裡面的時間大概是 一至兩個星期 多喝兩杯水就可以瀉出來 但是 其實 我們除了關注村一個問題之外 原來 福島的核廢水 還有包括 62種的核元素 例如 杯等等 超油元素等等 有很多這些物質在裡面 生物的半需期 18年 所以為什麼有專家 或者香港的立法會議員說 是不是要禁止他30年呢 因為 按著 化學這件事去看 這些核輻射的物質 他要等到 你當作藥效 藥效散了也要等可能30年 所以如果他這樣排發 不斷排發 不是辦法的 地球真的被他玩借 這件事其實 我明白的 明白大家的那個憂慮 但是現在是各吹各的調 問題是 其實 如果 我們除了看香港這位專家之外 我看回BBC的報導 其實他說 全球很多科學家都焦點放在這個村殘留的爭議 那 說到說 村是一種輕的放射性和位數 就由於經過這個核災難之後 變成高濃度放射物質 污染了水 就算日本經過淨化和稀釋 但是裡面都含有這個村的存在 當然 綠色和平就強調 他說的確是的 村是一種低能量放射性物質 但是不代表影響比較微弱 如果被植物動物人類涉入 有可能造成傷害 所以綠色和平的角度就覺得村 又有害 我們看到核學會主席就說 那個稅期就不是 所以你說有時候 大家所謂的叫專家 他們的看法都很不同 他們想的東西可能想多幾步 其實現在香港方面的專家 就告訴大家 其實 大陸灣核電廠排出來的污水 比起 福島裡面的核廢水 放射性物質 福島方面一定是複雜很多的 其實 當然 我自己這樣想 或者我自己這樣看 每天有九萬多個專家 專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是不是 的確是的 如果 如果 按照 日本福島的道理去說的話 你大陸灣核電廠排出來的 那一刻 村是很強勁的 強勁過你福島十倍的 大陸灣也走過那麼久 暫時 Touchwood 香港人很慶幸又好像沒什麼 大家吃的東西又好像沒什麼事 花草樹木依舊 我們從普通的角度去看 當然 你說現在福島那邊 會不會有問題呢 如果他這樣排出來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憂慮 是表示憂慮 因為你始終 那棟東西是散了的 福島核電廠是出了事故的 所以我也會明白到專家那種角度 就是說 你除了有這種物質之外 因為你少了保護 你是不正常的冷卻 你是靠海水泵進去 然後再衝衝衝衝 衝完降溫,一定是帶含入很多 很實在地 舔了很多東西,出來海道 當然 日本方面會經過多重的過濾 不知如何去感覺了 才排到海 但是其實 如果你從香港或中國 官方的角度的看法就是 其實 你誰可以寫包單呢? 誰可以寫包單,你過濾當中沒有問題呢? 你的過濾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可以過濾得到呢? 其實為什麼全世界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你看到韓國方面也好,台灣方面也好 他們官方的說法就是 告訴你,沒什麼的 小部分的水會流去台灣的 最快一兩年才去到台灣海那邊 都氣息了 所以反過來 如果這樣看 台灣也這樣說 我們也有時間才到 當然 現在我們是不是怕我們的水問題 而是問題就是 日本海產 植物 甚至乎食物的東西 運到香港賣的時候 影響到我們 所以現在 就算有很多議員 對於 原子能機構的報告出來之後 好像陳凱欣 他就說 很失望 因為 首先 我都不知道 你那些食物是不是真的堅抽沒問題 如果要我們政府 再刻意 再扔錢出來 去餵你的產品而去做檢測 老實 值不值得呢 這件事就見仁見智了 所以 陳凱欣就覺得 不如找其他食材代替 工聯會議員 陸仲雄更加指出 他說報告不能夠說明日本排放核廢水之舉是妥當的 沒有辦法阻止日本排放核廢水 政府應該 進行這個反制措施 那我又覺得 這件事 你又看看 究竟 我們中央 他們的態度是怎樣 不是說大雅灣 現在大雅灣 大家都很害怕 說完現在告訴你 其實不是的 整件事不是那麼簡單 大家一定是抽一些 最大的數字去比較 感覺上 日本為了合理化 那件事件 他就會拿一些誇張的數值 和地區比較 這件事 亦都是 很多世界各地的一貫做法 但是現在 你看到 無論地球自由也好 香港的 核的主席 核的主席 都說沒問題的時候 當然 你也不知道是不是 本人的憂慮 都很不同 但是 我自己反而 那種憂慮 就是 萬一 他那個過濾出現了問題 到時候 他會不會告訴大家 現在其實中方也是擔心這個問題 中央也是擔心你這個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 這個也是 因為你 萬一你那個過濾出現了什麼問題 你不公佈給我們 我們擔心你東西的時候 到時候我們找誰陪 這是另一個問題 我們可不可以找他陪 因為 因為 如果從 另一種角度去看 因為 他始終 原子能機構 叫做 去 證實了 證實了是 所有東西都是合復標準的 那你又要去 打官司的了 可能 那你又要去找一些數據 找一些資料 用科學的方式 去做一個論證 證明到 日本你現在用這種方式 你是污染到我們 從而我們是受到你影響 其實 你要搞大難餐的 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你又過了原子能機構 你這件事搞得來 分分鐘大家都 真的出事了 所以 其實我覺得 現在大家 可能有人會 一定在這裏比較 互相比較 甚至乎有人很擔心 其實我們是不是一直 一直暴露了 在一個 高輻射的底下 等等 其實現在都可以 告訴大家 專家告訴大家 香港方面 是沒有問題的 日本方面 他不只是單一元素 那麼簡單 是還有很多元素 那現在究竟 還有些什麼物質 出來了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有人說 那你不就等他爬出來 才知道 爬出來就糟糕了 分分鐘 可能十幾二十年 才能消散的 所以 如果他一射射 到海的時候 大家 到時候又怎麼辦呢 現在 為什麼有人覺得 不如 叫他停 不要排 不如他再劃多幾個洞 你再劃多幾個洞 那你就在那裏 裝著水先 大不了 我們不在福島 拿去的食物而已 這件事 其實 這一套的方法 是比較理想的 但是 當他要射到海的時候 大家隨時 可能有機會中 但是 如果是否擔心 水會不會變成核廢 水流了過來 我相信還有一段 時間 隨時 你也要看水流 老實 你自己看一看地圖就知道 香港和福島的位置 對著海的位置 都很不同 別人都還沒怕 對著 你想想我們香港 在上海沿岸 對著海沿岸 別人那邊先叫 什麼時候輪到我們叫 但是我們 因為有 運食材過來 所以 接下來 這個後續會怎樣呢 會不會 真的會全部封閉呢 其實 我自己這樣看 如果要全部封閉 我覺得 一刻一下就很誇張 更加 政府官員說 你一次過封閉日本食材 日本方面 你都不買了 那我就亂封閉 到時候 他還封閉得更誇張 全世界還不得了 所以要想清楚就讀清楚 大家盡量避一避 如果你覺得害怕的話 但是這件事也引證了 也有專家告訴大家 大瓦灣核電廠 那個排放量 對我們影響 和福島的 排放核廢水的影響 究竟裡面 存在什麼 相差什麼 就算你說數字大 為什麼對我們來說 好像沒有什麼影響 現在解釋了 好了 今集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其他東西 拜拜